工作高手 那真正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手 武林高手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段先导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选择的怎么样 真的 我和这么起职这歌的 顺材很性的 其实女性的力量感会更美一些 我的感受 女人真的比我们男人强 真的 我们男人真的不如女人 真的不如 包括在生活当中 的确是我们离不开女人 不是女人离不开我们 因为发现很多女人带着孩子 过得好好的 男人带着孩子 没女人就不行 真的是这样的 其实女人在坚持力上 忍耐力上 爆发力上 对于生活的勇敢上 真的远胜于我们男人 我们刚才片子里面的 这位女主角 我来念一下她的个人荣誉 中国第一个打俄罗斯龙斗的女选手 WBC MMA首条女子金腰带得主 中级格斗综合搏击对抗赛冠军 WBC综合搏击中美国际对抗赛冠军 中泰对抗赛冠军 武林峰K1中美国际对抗赛冠军 中俄国际对抗赛冠军 中日国际对抗赛冠军 有过这种在生活当中 直面恐惧的经验的人 就会知道 这种赛事 你直面对手的时候 你内心是需要强大的力量 因为你知道 可能不止一个回合 两个回合 三个回合 而是要直到你倒下为止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 有请这位工作高手 帅 大家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来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人聪绰号 搏击玫瑰 唐金 好 很高兴认识大家 这么小啊 跟那个原来泰森的经纪人 一个名字 您刚才最后一下 那是什么动作 这个是西法 就我这样的 就是几个能对抗你 这个怎么说呢 我要说实话吧 我觉得 你肯定要说实话 男人肯定觉得没自信 没关系 这是你的专业 这就没法比的 要不然咱们俩打一下 不不 我 小样 我告诉你 接受自己的平凡 接受自己的懦弱 你才可能创造出勇敢和不平凡 我敢承认呢 涂老师 我在他面前就是懦弱的 涂老师刚才 但这不妨碍我 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 如果只有男女 我们这两个人 我依然可以冲到前面 虽然我不如他 但我敢 好 那就够了 男人不男人 不是说你真的打得过打不过 而是你敢不敢出手 这最重要 是吧 你有没有发现他脸上有点 有点那个长得像曾花 对 有点像花杰 不是说他完全长得像 是他脸上有一种气质 特别像花杰那种很坚强 很吃苦耐劳那种 我们这一企业家 那个蓬勃的生命力 那种旺盛 对 一定也非常漂亮是吗 没见过是夸自己的 这个请您来呢 是作为工作高手的身份 因为在您的这个行业当中 你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所以我们首先 在这个不平凡的光环之后 要了解一下您的平凡之处 就是您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习这个 这个呢 其实说来有点话长了 因为我真正习舞的时候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其实我能走上这条路 我觉得应该是感谢 这个金庸古龙这些大师 武侠教授大师吧 我们也看这么维持 如果说我觉得 我生在古代的话 我绝对是这种 行侠仗义走江湖的 这样的一位 你喜欢金庸古龙笔下 哪个女主角 其实你看 穆归英啊 不是金庸古龙这个笔下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 她这样的 这种的 跟大气的 对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 她很像那个婚 她是我的婚礼 她是宫里面那个风四娘 就是又漂亮 然后又帅里 然后性格又开朗 您学的第一个武术门派是什么 大成全 传统武术 对 因为它是通过好的 这样的战装的 这样的功法 来提升你的这种内劲的 那后来怎么打上比赛了呢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 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呢 也是当时有一个美国的经纪人 她是 她叫庞先生 然后呢 她当时呢就说 我想组建这种国际级的大赛 但是我要找这种的美女打架 就觉得说这个找这种形象好的 然后 但是呢 她这个功夫又好的 她找这样的人 当时呢 她找到我当时的这个教练了 也就是我现在的师傅 那你别说你在你这行业里面 绝对算美女 呀 谢谢 绝对算美女 谢谢 但我看你脸上好像也应该受过伤 对 受了好多伤 有肿不力吧 对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 手一直在动 我感觉你这不像打拳的手 这不像打拳的手 她手还挺纤细的 她涂了指甲红 对 你不像打拳的手 我跟你这么说 主持人老师 毕竟我是一个女同志 我觉得我脱了服装 我脱了擂台上的这种服装呢 那么我在底下 我就是一个时尚的女性 我可以穿裙子 我可以穿高鞋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那我上擂台以后呢 那么我就是 那就是我的职业 就得让我这种拼 而且这擂台上呢 是必须有一个胜者 所以这么多年呢 打了好多的比赛 我的胜率还是非常的高的 56战 48胜 三平 五负 好好 谢谢 您跟我们说一次 这个擂台上的比赛 印象最深刻的意思 那个女孩啊 就是她比我矮不了多少 就是我的个子属于是比较高的了 她也 1米7吧 我1米7071呢 然后她那个 你看咱俩比一比 然后那个 请来的工作高手都喜欢西洛 来来来来 但是她的下盘的力量非常的稳 这是我能看着 但是我当时我的教练呢 给我准备的这个战术呢 非常好 她说你上去以后 先裁判海开始的时候 你马上就冲入去进攻 不要给她这种 就是让她适应擂台这种机会 正好她这个有点晕的时候呢 她近身抱我腿的时候 就这时候每次打比赛的时候 我最喜欢别人主动过来抱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省着我去主动抱她 再摔她呀 她过来抱我 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好进入地面缠斗啊 待会我找一个人抱一下你 也可以 没问题 她过来抱腿想摔我的时候 正好做了一个这样的 反夹头的 这个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呢 叫断头锁 我怕她跑了呀 我听不懂 找个人来演示一下 来来 陈步和来断头锁来试一下 来来 对啊 还没说 装个样子我们看看啊 来来来来 来 好 抱着腿 你看 这时候因为你看我这时候 是夹着这个头了 因为那时候呢 她的力量呢也比我大 我怕她跑 所以我当时做的是跳起来 盘着她腰上 哎 我怎么 哎 我当时我是这样的盘着 夹着腿 然后力量特别大是什么呢 盘着 她直接把我拽起来过 这样连续砸了四下 他这样把你抱起来 连续砸腰砸了四下 对 连续往那台上砸了四下 但是这时候呢 我是盘着她的脖子 我始终是没放开 因为我知道 那摔了你四下 你都没松 没松啊 就是金简的缠着 其实是很容易松的 很容易松 那砸了你四下 打一下的话 如果是意志不坚定的话 你肯定就分来了 腰会打断 那肯定是 但是我就死活不松 因为我松开我知道 倒下的肯定就是我了 最后我用三条锁 把她给解决了 锁死 她拍地面了 她拍地了 哦 这一位啊 就刚才跟您配合的这位 不衡老师 她一直以来 有一个最骄傲的方式 就是五分钟搞定投资人吧 对对对 对对 她的嘴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同时她也非常喜欢 强身健体 哎 喜欢 老辈女士吗 亲爱的 我们就是请您跟她来配合一个 这个你们在训练当中的 一个腿法的动作 嗯 好不好 好 不衡老师 哎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手会 会死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哎 没事 我这边120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就秉升静气地看啊 这个怎么着 我们是练什么 不是 你可以来展示 来可以这样拿着 好 好 好 一 二 你看 他左手力量重 好尊啊 你看我这还没使劲呢 你看 你看你手腕扣一点这样 对 你好了 一 二 好 好 对 这个在前那个在后 窄一点 来 还紧张 二 一 二 来 喂 喂 不能带着 我没有 我们看看您的腿法 好 请出我们这个现场最庞大的 力量最大的保安群体 陆雨萍 哈哈 你这样拿 你这个胳膊完你一点对 两个把这样对 要不然的话蹬你胳膊 胳膊蹬伤了 哦 OK 稍等啊 你还想说点什么 老婆我爱你 哈哈 你你你被被女人踢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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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这个在获得过这么荣誉的女选手踢过吗 那更没有啊 那你应该觉得荣幸啊 哈哈 自求多福吧 啊 也许这是你最后录这一期节目了啊 大家掌声送行啊 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 开始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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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倒啊 我说一下倒的太假了 我没看清 没看清 没看清 真的 来 太清了 他撑得住 来 我们来喊节奏 三 二 站稳了 一 冲 我觉得其实 在我们的概念之中 女生一直都是比较柔弱的 然后包括自己也是很爱哭的 但是他完全展现出了一种女性的力量之美 我觉得这个给人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 是不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道 刚才不是踢了两下吗 第一下是疼 因为他踢到的是我肚子的部分 第二下 就直接没感觉 瞬间 哇 巨大的冲击力 一下子 你你 你还敢说你五分钟能搞定投资人吗 我肯定不能用打呢 啊 那我还是要断用嘴吗 啊 除了除此之外 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个女生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哦 真的是 完全没有想象到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是吧 那我让你感受一下 你今天受这么一踢 是值得的 来 有请工作人员 把腰带拿上来吧 啊 让你看看 你是受谁踢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哇 太厉害了 哇 闪闪的奖杯 哇 我的奖杯 这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 我来 我们让这个唐晶介绍一下 好 这个是曾经打武林锋的这个 然后这几个呢 全都是打昆仑爵的 还有好多奖杯 然后这只是拿来一少部分 而这个呢 就是当时得的这个 就是这 因为筋腰带呀 它并不是说纯筋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职业里边 相当于呢 是最高的荣誉了 那您 您记一下 我们看看 您记一下 我们看看 谢谢 我一下 记一下 来 能不能让他也感受一下 没问题 感觉像鸡库袋 这不有点那么 打鼓 说话说话 感谢天津TV 感谢TV 感谢天津TV 感谢涂雷老师 这个我 腰带掉了 你这个人 吐不掉了 很帅吧 你竟然就为什么像哪吒一样 不不 你要霸气一点 跟你说 以后谁再抢我的话 然而不然你们 贝比 你这一 小人得知的样子 他这一看就像扣勒 真的蛮重的 这个 这个当时你拿在手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打的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都是战胜自己吧 因为觉得你在擂台上 你举起奖杯 你举起你所得这个荣耀的一瞬间 你觉得你平时训练受的伤 吃的苦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拿了奖之后 再看你的对手的时候 是不是没什么恨意了 你看我们常人很难理解 前一脚在上面还打得头破血流 下后面就要拥抱 我们总感觉我们好像做不出来 没有那种感受 你们那个比完赛之后 看着对方身上受伤的样子 然后还要跟他击掌啊 拥抱啊 那种感受是真诚的吗 是真诚的 我们擂台上永远都是对手 哪怕他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上擂台了 你跟他同时来竞争打比赛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擂台上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但是我们在台下肯定都是朋友 因为擂台上是勇敢者的游戏 而且也是这种公平的游戏 所以你在擂台上没有什么这个敌人之分 有的只是说你凭你自己的发挥 你自己的能力 你今天有幸跟冠军比试了一下 被人家踢了一下 是 你们也是对手 你们也拥抱一下 也拥抱一下 来 就是他在说的时候 我一直在感受一个词 叫职业化 咱们这也是个职场节目 就你会从这样的一个选手 不敢不能叫选手啦 叫高手的身上看到一种 作为一个拳手的职业化 在拳场上是对手 在拳场上我们是职业人 这一次是你唯一跟一个专业选手交流的一次 你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是 再见 拜拜 谢谢留我一命 谢谢 布海我看到你和唐就是巨大的对比 你会看到他女人身上那种公平 自信那种直觉 他所有东西都让我看到我特别的尊重 舞台是公平的 我眼里只有我的目标 我的对手 那一刻我要赢是我唯一的目标 对 而且要 他会有那种满满的 当他说这一刻看着我的时候特别的柔美 他说我是女性 对 我有女性的特质 我又在想 如果我抱他的话 我都会像抱一个小妹妹一样的 很心疼他 你看到的是她的强大 你没有看到她的软弱吗 我相信如果他今天不是打扮成这个样 我就穿成贺东东那样 他肯定也很女 是的 唐晶那你其实也是很渴望被保护的是吧 因为我觉得会很多人误会你 说你太强壮了 你不需要保护 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结果 都是奖杯 其实在你 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有脆弱过吧 肯定是吧 其实我觉得 无论再坚强的男人还是女士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脆弱的时候吧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好多年前的时候 我跟一个180多斤的一个男士 是我们打地面这种柔术实战 当时呢 是他的力量比较大 我的肋骨呢 是他在锁我这个十字构的时候 生生地把我肋骨给我做这个鼓裂了 当时呢 是因为当时我家里人并不知道我西武 我西武其实我是偷偷地去练的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没办法 然后也不敢通知朋友 因为我平时呢 也是一个这个性格比较坚强的人 我不希望我这个比较太弱的一面 给展示给别人 所以那时候呢 我每天呢 我还是坚持到训练馆 那时候我根本就训练不了了 但是我还是要去训练馆 看教练在教别人什么 然后回到家以后呢 我休息什么的 但是那时候其实 躺床上以后呢 我再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肋骨受伤了 你呼吸你都觉得很难受的 所以那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是我比较脆弱的时候 偷偷哭了吗 是这样 是这样 就包括我从小到大 就比如说我爸爸打我了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他面前哭的 你爸还敢打你呢 对 然后我会偷偷地 在没人的时候我去抹眼泪 我也不知道我这性格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点就是 你看像我们职场上 那个工作的人也是一样 在外面你要展示出你的那个状态 因为你要带领团队啊 或者去跟你们一样 也是在打仗 也是一个擂台 也要赢 但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回到家的时候 自己觉得委屈了 或者说什么的 也会偷偷地哭 所有的粉丝 都会欣赏你的毫不费力 但真正懂你爱你的男人 才会知道你心有多累 你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是的 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姻缘 也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谢谢 谢谢主持人